死亡個案在創新高 首都突破200例 而且又出現国内第二例青少年死亡 不只死亡創新高 中中症也不太樂觀 九號新增的五百七十五例中中症患者中 包括一名沒有慢性病的五歲男童 康復解隔後五月二十六號開始 一連發燒七天 還出現嘔吐腹瀉等症狀 就已發現發炎指數升高 冠狀動脈擴大 所幸後來病況好轉 順利在六月七號出院 他也成為國內第二例MISS C個案 面對死亡數不斷攀升 指揮官陳時中設定的致死率萬分之十 如今這道防線也被攻破了 臺大公衛教授增長全法文示警 引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 比較世界各國的死亡數倍增速度 臺灣位居第二名 以目前速度來看染疫死亡數 平均十三天就會翻倍 比臨近的紐西蘭 南韓 香港都來得高 至於本土病例稍微下降 但中南部縣市仍維持在高原期 九號新增的七萬兩千九百二十一例 本土中 高雄市位居第一 來到一萬零八百二十二例 第二名的臺中市新增一萬零五百七十例 新北市也還有一萬零兩百零一例 至於臺大公衛專家擔心新冠和流感 會在秋冬再造成另一波疫情 指揮中心表示已有充足的流感疫苗 和抗病毒藥物 要國人不用擔心 來訂閱我們的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